今天要来讲主义 主义的 3-4-2-1 代表人物是中期拉康 中期拉康也就是1950年代的 然后它的主要 它是一个我把叫 中期拉康的主要 无意识的 主体主义 中期拉康的主要 它的主要的 研究的就是它的符号结 象征记 然后 它想要研究的是一个 就是 家族关系 家庭关系 家庭亲缘性 Family Kingship 当中的那个 其实是乱人禁记 它研究的是 俄里普斯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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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一个 其实是两个发声区 两个发声区 一个可以叫做 其实三重发声区 俄里普斯情记 是三重发声区 它是同时的 同时的 复兴律令 复兴律令 符号化 然后 欲望辨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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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望的辨证法 还有 意证化主体 就性化主体性 性化主体性 性化主体性 性化主体吧 性化主体 这三个东西啊 复兴律令 就是 把整合到大他者 或者这 无意识把自己整齿为是有名字了 无意识有名字 呃 就是被整合到符号系统 也就是被阉割 castration 被阉割 这三个过程 通通可以叫做阉割 符号学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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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这三个过程 抵达的都 得到的一个性化的主体啊 他最终就得到的一个性化的主体 这个主体就 啊 慢慢知道自己是男是女了 就是 就是 不禁定是 一定要知男知女啊 总归那个母子共同体的 那个 嗯 incestuous 的那个 那个 元乐 enjoyment 就不可能的 就就不再可能了 这个东西 incestuous enjoyment 就不可能了 那种享乐 那种就是 极致享乐 极致的那种享乐 就在梦里面 让你能够爽的 滑出来的那种享乐 我只是男男同学啊 梦里面能够让你极致的 想的滑出来的那种享乐 你受过了这个包学的 custration之后 你在梦里面总是 临门一脚不行 最后渴了 就生了那么一瞬间 就搞不定 然后就没办法就醒过来啊 就是因为你被这个包系统给 custrated 他刚主要中期五十年代 主要研究这东西 嗯 他的理论 就不再 不是太聚焦 49年好像讨论那个 镜像阶段啊 后面就主要讨论这个 复性秩序啊 复性律令 男性共同体的那个 律令 如何被铺设出来的 这个东西我已经讲过很多次 而且我每次在讲齐则克的书 齐则克也讲过很多次了 齐则克也讲过很多次了 他的发生学机制呢 我把它叫做无意识主理性 他就是拉康在这里 中期拉康啊 他逐渐答案揭晓 点名出来的一种就是 就是你可以 就是你可以理解就是说 拉康在早期或者中 早中期的时候 他有一个 康德主义 然后变成黑格主义 到他晚期甚至变成一个 迪卡尔主义啊 他的晚期有说 一说他有那种 迪卡尔主义的色彩 一说呢 就是就在主体性上 就在主体性上 就是拉康对于 结构主义的反动 就在于他重新恢复了 主体性 但是这主体性是一个 无头的无意识的主体性啊 无头的无意识的主体性 无头的主体性 是一个无意识的主体性 主体是一个效果 主体是一个效果 主体本身永远是虚无的 是个puboid 但是它是真实的 主体是真实的 subject is real it's real 它是一个符号系统的内在不一致性 主体本身是 啊 叫能指链 能指链当中的一个缝隙啊 能指链要成之为链的他的那个 他那个缝隙 一定会有了一个缝隙 他是靠这个缝隙把这个 把这个s1和s2给他 给他连上的 否则s1和s2根本连不上 我们在这里就要 比较简略的说一下 在拉康那边那个结构 这是一个 当然这是一个在 后面已经搞定了 在1972年 那个再来一次里面 已经把问题 显得很明确了 但是说拉康对于象征界的 对于symbolic 象征秩序的 symbolic order的研究 或者象征结构 symbolic structure的研究 他是终身都研究的 而且最后实际上 呃象征界和 real the real 所谓的实在界 他翻译不应该翻译成实在界 他不是个界 和real 这两个东西 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最后这两个东西 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而the real 他要象征化 他一定会有剩余 这个剩余就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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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更恰奇的说 不叫想象吧 不能叫想象 因为呃 就在晚期拉康的话 他 这 这想象界这些东西 没什么好讨论的 就是他是一个误认 他是一个可以看成是一个最小单元吧 或怎么样的 想象界 就镜像 镜像 镜像认同的这个机制 在他的解释力啊 就有点很弱 太弱小了 嗯 嗯 我不想每一个都每一个这个东西都写的是 拉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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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康 在这里的话 嗯 每一个三四三四一二三四二一 这两个都是拉康 都拉康啊 晚期拉康的话也得占一个格子 呃 代表拉康本人自己的症状啊 代表拉康本人自己的症状 就在拉康晚年的时候 这两个东西是很近的啊 象征 就福澳系统里面呢 他的秩序 他的托普学结构 就是the real 就是the real 那些数学型 mathematics math math 吗 数学型我不知道怎么批呢 我记不得了呀 我这好久之前做的论文呢 然后这个无头的主体性 无意识的主体性啊 无头的主体 无意识的主体 是拉康的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 说清楚的一件事 就是主体 啊 主体不是某种 exist 他不是某种存在啊 他也不会是存在直接 变成一个本质性的实存啊 这个实存 他担负一个使命 要架设本质啊 存在着整体的本质框架 有这个实存 有这种生存来架设 他没有这个东西 主体是一种不可能性 主体本身是不可能的 它是一种不可能性 它是 它是 所以它是真实的 因为它是不可能 所以它是真实的 主体是真实的 主体是真实的 而但是另外一方面 主体 主体又是 一定是无意识的 主体是一个效果 就是我们都得用这些 这些东西来把握主体啊 主体是一个效果 然后主体 就是你的自我呀 主体 我们这里讲的讲的 主体就是你的自我 你的自我就是我 爱 我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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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当我说就我的时候 我这个 这个符号 这个能指啊 这个能指 它不是指称 它不是指称 真正的那个主体 它是代表主体 代表主体 代表主体 所以 在拉康那边 他会说 很有意思的两句话 我都分 我记不得是早期还是晚期 中期晚期的 不管了 就是很有 第一句话就是说 能指总是成队出现 能指总是成队出现 总是两个两个出现 呃 这他总成队出现 他 就是总是要有 起码要有两个 要有两个 然后就是 就是 光是有se 他不能成为 就是你光是给一个 就 当然这个 起码要有两个 总是要有两个 这个很好理解 it's easy to understand 为啥呢 因为结构主义嘛 他总要有这些相互的差异嘛 来 区分这两个能指 这 这 你做数学题的人 要设 M N H K 什么都是这样预设的嘛 那么 这里其实隐含了一个 就是说 就是主人能指 就第一个能指 他还不是能指的 就是说 他要 首先要代表主词 或者他要代表主体啊 他想要去 指称一个主词的时候 就是想要去代表这个subject的主主 subject的时候 他是注定失败的 他必须 就 他只是 他只是代表 就是你光给一个能指 你光给一个能指 这个能指 其实就是主人能指 一开始那个se 他什么都不能代表 他只能代表就是说 他没东易可指 他就是一个能指 他仅是一个能指 他无东易可指 他指向什么都不指向 那么这个能指 这个主人能指 他就是一个缝合性的能指 他不指向任何东西 那这个时候 他的意义就是什么 他指向的就是什么 他指向的就是这种 不指向任何意义的这种指向 指向性本身 他指向的就是 就做减法吗 你懂吗 做减法 做减法 你理解吗 这里的思维是做减法 去投的 主体性在这里是功能啊 主体性 我甚至可以告诉你 就是说 所有的能指活动的指称的这个signifying 的这个能指链 signifying chain 它里面的这种指称的力量 always signifying 这个就来自于主体啊 那这种指称的力量是怎么来把握的呢 怎么来切中这个指称的力量呢 好了 我开始有一个能指 主人能指 master signifier 这个时候还不叫se呢 不管啊 反正就是一个主人能指啊 就se吧 他 他指向了一个一个事实 就是他什么都没指向 缺如的 我不指向任何东西 我不指向任何东西 这个时候 好的 他不指向任何东西 那么他的指向某个东西的那个某个东西就失败了 但是他有一个成功了 了解吗 他指向某个东西抵达某处失败了 但是他要去抵达这个运动发生了 这个运动发生了 这个运动发生了 所以这个时候非常奇迹般的一个短路出现了 这个主人能指就变成了一个专门指称这种运动的 指称这一运动 就这个箭头啊 他指称这个这个运动的 这个能指就代表指成这个运动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就就意味着 就是说他指称的是这个无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他不指称任何东西 不叫指称无 他不指成任何东西 不指成任何东西 那么但是他可以代表一个运动 他可以代表一种一种运动 这个运动就是signifying 这个运动就是在在指称 就在就这个这个能指要超出他自己 要抵达一个不是他的东西 就这个运动就由他代表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他代表了主体 他代表了主体 for other significance for other significance 他为了其他的能指啊 其他那些别的能指 他代表了这个主体 代表这个主体 就是光看这一个能指 你都能够感觉到 他和他就是 因为在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引入了其他能指了 我们已经引入了其他能指 比如说运动 我们这个时候去引 已经引入了其他能指运动 运动 然后我们说主体是运动 这只称运动啊 只称 这些都是其他能 运动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能感觉到 哎 由他这个这个 不指向任何所指的这个能指 就为了 为运动 为指称这些 这些能指 后来这些能指 就代表了主体 他就代表了主体 然后我们就可以说主体是运动 主体是一种指称运动本身 这个时候 这些能指 本身 运动 指称 这些能指 他就编成一个网络了 s2就编起来了 s2就是后面的能指链 后面的能指链 后面的能指链 后面那个能指链就是 你可以说就是 呃 你可以叫做为词性的 他就是为词性的 而前面这个s1你可以把它叫做 他是 代表主词 主词性的 你可以如果我们用谢灵观念论的来看啊 在这里面出现的一个就是 s1和这个 s2之间有个裂缝 这个能指 他只指链的就是什么都不指链 而这个s2就变成指链了 变成指链了 s21 s22 s23 变成一个链条 这个链条s20 这个链条能够启动起来 就是因为在这里面有主体性做趋力啊 就是因为有主体 主体 主体 主体恰恰是 把这个东西 哎 你们无所指 但是呢 s2开始这东西就有所指了 s2开始这个东西就有所指了 如果更精细一点来说的话 这第一个s2可以说他指的就是主体本身 他会用第一个s2就指主体本身 就指主体 更精细一点啊 第一个s2就指主体 the first s2 更精细一点吧 如果我们做一个观念论推演的话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 后面这些通通乃至s2本身 都是主体所示的位词 位词 位词都是他的位词 就意味着这个主体已经进入了一个符号性的一个秩序 但是他进入符号性秩序 如果说有之前在进入之前的话 他仅作为一个一个原初能值 但原初能值通通被压抑的啊 就你不要去把s1思考成某种原初能值 他不是原初能值 他是一个主人能值 这种主人能值在这里 主体就纯粹作为主词 他纯粹作为主词 作为主词的一个主体 这个时候主体和主词就是一码事儿 就是subject 主体和主词是一码事儿 主词意味着就是说这主体就是他 就是就是晚期谢霖所说的世界时代里面的那个 自由意志 他作为主词的自由 freedom as a subject 这个词作为一个主词 而不是作作为一个位词 freedom 这个freedom 这样我我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把 拉康的这个 这个 搞出来搞出来把拉康的这个这个 这个哲学和观点论的联系啊 就我的思考就我的思考 我觉得就说能值他不能的吗呢 他他总是要最起码有 就这么多 最最起码就是说要有 呃 就是他代表主词嘛 但是主词 我在强里面主 他代表主体啊 他代表主体 或者他代表主词 但主词立刻会位词化 他立刻会位词化 主词立刻会有位词啊 就是他会连上那个s2 位词有位词 然后另外一方面 就是二元能值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就是他总要有至少两个吧 至少两个 一个叫至少有两个能值 还有一个就是二元 二元能值是不可能的啊 二元能值是是不可能的 呃 这个这个这句话的理解可以理解成就是说二元能值一方面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方面 二元能值就是能指链驱动的那个不可能性的那个动力学机制啊 就是他不停的在二元化你可以理解成 就是说我们虽然把它写成s1s2 但是他真正的运行模式是这样的 s1中间是一个这个主体性啊 中间这个主体性可以就回溯性的 其实是回溯性会看到这 或者说他他真正发生功能的主体性这个无头主体性啊 在这个s1和这个第一个s20之间发生的一个一个关系 他是个无头主体性 那么好了 我要说的就是说呃 当他运运动起来的时候他他不是说哦 然后就s22下去不是这样 而是这个三元组啊或者这个二元组 由于这是不可能的这个代表不可能性 这个代表不可能性 这个代表这个s1和这个s20就第一个s2之间 就就这个主词第一次位词化的那个位词之间的不可能性 意味着就是主体本体论化了主体他的 叫做他的实体化的不可能性 可以这样写吧主体实体化的或者叫主体 位置数位化的数位主体的不可能性 不可能性 主体性在这里就是一个就是个动力学机制 就是能指链运动的动力学机制 能指链其实是他妈的没有能指链 我恰我更恰张的告诉你 如果我们让能指链是放松的话 Lose我们就是说在这里我要因为讲拉康的机会不多 你就是说如果你loosen the能指链 我不写了 如果你把这个能指链给它signify enchant 如果你把它放松的话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呃 相对于后面一个前面一个能指都是s1 后面一个都是s2 就是s1和s2是一个就是 后面可以写成写成这个这个样子 但实际上是你要放松开来的话 你会发现它全是那个全是只要松开来 只要把一个松开来 那个图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它的那个再再来一次 好像是在再来一次里面的那个图 你把它稍微松一点你就会看到它 它那个 哇靠 嗯 然后开始有这样的s2 有这样s2 s2就把自己连起来对不对 s2就把自己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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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越花越小不管啊 我花的比较粗啊 但是你要知道 你把它稍微松一点 just loosen it 你把它稍微松一点 你你把它稍微松一点 你会发现这个相对于后面这个 这个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圆 然后相对于后面这个这个 前面这个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圆 就是说你就是这空能值啊 没有什么好好束缚的 就是一个松开的一个状态 它是可以就是你看着后面一个就看到前面一个 其实它是空的 看着后面一个看到前面一个 它是空的 就就会有这么一种关系 就会有这么种关系 前面的空的它就会代表主体 就每一次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把叫叫做这个 这个就是它出来总是两个能值总是作为两个出来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你真的把能值链松开的话 你就会发现能值链的存在模式就是se和s2 是两种你在左眼后面那个s2的时候 想要用这个后面那个s2 或者怎么说s20 这个东西把主体把subject的主体这个空空的位置给它填充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原来没动一颗填充 原来原来那个那个主词本身是一个se 是一个自我指涉为absence的一个了解吗 你可以就是说我在我觉得我这里已经讲的非常非常非常清楚了 你每当希望一个能值一个后来的看上去比较实实在的一个能值去去说 这就是我填充这个主体性的空虚空无的时候 他立刻就会感受到主人能值 他是一个他是个空的能值 他他只代表主体由这个主人能值来代表主体 这个时候主人能值就体现他的totology totology或者或者他的那个空弹性 他是空的 然后这个空他就他就出来就是我的当事人其实什么都不是 你不要想嫁给他就永远幸福了差不多这个意思 就是或者你不要这么着急要成为我的当事人继承我当事人的遗产 不好意思我当事人根本身无分文 差不多这么多人的主人能值就跳出来了 所以在这里上讲就是说当你要感受到底什么是人生的意义 到底什么是真我到底什么是真爱 想要去这种就是叫做叫做一老一老永逸的就是完成你的生命的运动的话 或者得到全知全能的那种那种状态的话 他就会起作用他就会成对出现 但是又会告诉你就是二元能值是不可能的 就代表二元能值是不可能的 这个结果代表二元能值是不可能的 二元能值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通过两个能值的一个一个完美的相互相互欠和一个对称关系 然后我们就可以寻获到他们中间的那个那个那个主体性 主体性就是不可能性二元能值就是主体性 如果我们要说的话就是总会有一个二元能值的这种失衡的二元能值 失衡的一个二元能值 而且能值链恰当来说 如果你把它松开一点点的话 你会发现能值链上的所有这个能值的前一个能值都是他的主人能值 后一个能值都是他的那个微词化 他试图把整个能值链完全微词化的那个那个大学话语 完全本质化的大大学话语 他就是S1和S2的关系 然后就是后面一个对于前面一个就是S2 后面一个对前面一个S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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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连起来了 所以我们在我们会说第一个是S1 因为第一个是他代表在相对后面所有的他代表主体吗 他代表都可以回到这里 但是把它松开你就会发现每一个环节上的前面一个SN和后面一个SN加1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可能性 都是都是subjectivity都是subject都是这个主体性啊 这主体性就代表这种不可能性 代表了中间的断裂代表for系统中间断裂 这个断裂是能值链归音结底是就是全是断的 没有连起来你不是说S2后面就连起来不 这只是只是由于只是由于啊缝合叫发学阉割啊发学阉割 你穿越幻想的话你会发现或者loosen的吧 就是我们分析师我们要清楚的意思啊 我是指的是哲学家啊哲学上的这是我的一个态度 我也认为这是世界的性里面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一个意义 就是堂堂补偿黄雀在后啊谁都不要说自己是最后一个 谁相对于前面那一个都是后面一个谁相对于后面那个都是前面的一个 这个精神是符合那个符合那康的那个博弈论的那个什么囚犯博弈论那个 读体间博弈论的一个一个一个述缩的 在这里啊就是二元能指不可能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二元能指不可能这么一个意思 还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甚至可以说就是 呃二元能指一定会有剩余 二元能指一定会有剩余啊就是呃这么一个关系我把它画成这样啊 他在这条链条上面呃二元能你如果说这个二元能指就好就能够就是这个代表 这个代表就是我说这个代表他代表主词啊他代表subject啊他代表主体他代表主体representrepresent 这个东西代表明 İslam 这个东西代表博弈啊represent日iod prediction 那么按照谢林或者按照拉康的就是按照拉康以及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就是说这个主词在呃为辞化的过程数位化的过程当中也就说或者说就是他想要变成一个整 Calling 的一 就是同样的道理 他想要这里变成一个整全的一个ideal 这个 就是 就是整集制 他将这里铺展出spirit 大写的spirit 他想铺展出一个精神 就用谢灵的话来说吧 他一定会有剩余 他一定会这里会 这里就会他这里就会掉出剩余 他就会掉出剩余 就是这个玩意就会掉出来 鬼魅般的 剩余就会掉出来 这玩意就会掉出来 在这里就就在这边就会有那个 有镜像 这个是这这边就会有幻想性框架 然后这边就会有这个 有没有就这么简单 你你你如果要把这个s2后面 或者这整个s2设立成 他是一个绝对精神 那个完美秩序 他看成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秩序 完美的一个灵性秩序 精神秩序 那么结果就是下面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这个剩余 一定会有这个剩余 他一定会有这个剩余 我们现在可以说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我要把细节给你讲清楚 主体 主体性啊 主体性啊 我们写成这个bar的subject 懂道理就行了 我觉得懂道理 主体性在这里代表的也是se 他自己和自己的二分 se自己和自己的二分 一方面他是个empty space empty space 他是一个空白的一个空间 就是这个可以看成是inter sub 就是他可以这个可以看成是可以看成是公共主体性 甚至可以说这个这个 这个se主人能指啊 他代表的是公共化的主体性 另外一方面代表的是那个master signifier master signifier 这个se总是会分裂的 总是分裂的 两者之间的那个裂痕就是主体性啊 就是主体性 两者之间的裂痕就是主体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应当 我们应当这样说 就是说 在主人能指那边 比如说 比如说某个意识形态里面的主人能指啊 比如 比如说 我靠 我都不敢比如说的 祖宗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祖宗啊 祖宗 祖宗之法 祖宗 好的 就是那你好 首先他就是 empty space 因为到底是咋样 不知道呀 没有人和祖宗打过交道呀 大家都是儿子孙子 到底是怎么样 就比如说 三皇五帝啊 三五 三皇五帝 三代之治 我举个例子 三代啊 他在卢家里面是一个主人能指 三代之治 就是好了 另外一方面 他又会有具体的三代之治是什么啊 李啊 月啊 什么人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笑啊 什么这东西啊 这垂拱而至啊 什么这种东西啊 这些玩意也是他的具体的那些位词啊 或者说 他具体的显现 所以在这个一上角 我们甚至说就是 这个链条 不要把它看成是s1s2s2 应该把它看成是这样啊 应该把它看成是 应该把它看成是s1在这里 然后下面是s2s21s22s23这东西 对对对 我喜欢写成零啊 因为我一般认为零是他妈的第一个 第一个标记啊 应该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s1其实他在一开始就已经分裂成 呃 他下面有一个s2 0 下面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s1 但是是作为那个 作为一个 就是三代 也在里面 三代可能在这里面 特别什么继承性 继承性 善让性 善让性 啊 那种叫和和平交接政权 他本身也会三代之质 这个三代本身三代之质本身这个主人能值也会成为他下面的一个位置 也会下 成为下面的一个位置 但是这个东西本身那他就是一个empty space 他就是一个空无的符号学位置 empty space 空无的符号学位置 上面就这东西 那么什么都把它分开了 就代表不可能性了 代表这个s1他自己想成为他自己 想直接的靠他自己成为他自己 不行一定要有两个以上能值 他最起码自己要要和一个这个自己就是三代之质作为一个一行代缝合符号的和那个三代的那个啊 继承继承权意义上的善让意义上的那种和平交接政权和平交接不冲突不负责为不打仗不死不死不死人笑啊善啊意义上那个三代 他们两个之间是分裂的这个分裂就是主体啊这个分裂就是主体或者就是主体的斗争啊主体斗争主体就是他这个斗争使得这个 这个这个原初能值的斗争使得这个斗争使得裂开的啊主体就是这么一个机制 他就是这个机制本身就是就是一个能值 他要实现他自己 呃有人说这可以当成是客观精神黑格的客观精神那去了解具体的普遍性啊 他要实现他他就要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他在这里主体做一个无头的主体性来为一个能值的他的 加引号的所指化或者变成一个能值链条来做动力学机制在这里主体就是他动力学机制 就是你可以理解就是中期拉康他主要就是他真正关心的就是这么个动力学机制本身就是作为动力学机制的作为符号化符号化的动力学机制 simbolization啊 simbolization 他的动力学机制啊或是他的动力 当然也是他的动力学机制这个机制这里面脱补学结构也是有主体性这个非常奇妙的这个虚无来维持的 你会意识到拉康这个时候有一阶段的问题是是这个 客体小a 有的人认为这个a真的是伟大发明其实这个东西还只是一个幌子啊 这个东西其实还就是后来幻想公式提出来之后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更进一步揭穿啊更进一步揭穿的 是主体本身的它的那个功能主体本身的功能这个东西就是幻想框架screen啊screen fantasmatic screen fantasmatic screen fantasmatic screen的构造是通过 词言词啊符号学simbolic structure来构造 在这一过程当中的主体性是无头的 它是一个符号系统运行的一个把自己结构起来的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 他发现了你可以说拉康造了这个结构主义的反 就他发现了他发现了这个共识性结构的啊的发声学机制啊发声学机制 发声学的一个秘密一个秘密或者是个丑闻一个秘密或者是个丑闻 为什么是秘密呢 因为这个它是无头的无头的就是你一个主体 你想要把主体本体论话说它是个什么东西 用它为此来把握它的时候注定失败 因为你立刻又撤回到一个 你想用s2来把握这个主体的时候 这个就是主体啊bar the subject 想要把握它的时候就会立刻又撤撤回到一个se 这个se就是个totology 我就是我 我就是我咯 我就是我 我就是我 啊这个 这个是就是我是个s2 可以看的是个s2 上面可以加这个标0呢 我就是我 我是个s20 就是就是他就是就是这个就是个主人能指 你懂吗 他就是某个se 他是我们一般话语里面的一个se主人能指 就是就是这样就是 他是他他这个能指反而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主人能指代表一种自己为自己你看自己给自己支撑在那边那个力量那么这个就是他就会也就让你感觉到哎哎呦哎呦我把握我把握不到啊我就是我那就是是很虚弹的法律就是法律道理就是道理有支撑没有支撑那我没有支撑没有支撑没有支撑那没有我 就是就是他发现了就是他这个无头的主体性啊就无头主体为什么是无头主体性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不就是说 拉康相当于发现了这个共识性的符号学结构的他的发生学机制这个发生学机制怎么样 永远是主体化的他永远是主体化的他永远是主体化的他永远是主体化的 it is always subjectivized 这个发生学机制本身永远是主体化的就是实体这个发生学共识性结构不就是他妈的就是实体吗 黑格尔的实体啊 实体是主体化的 就体现出了实体是主体化的他是主体化的实体本身内在的动力学机制是主体化这么一个机制 而不是主体不是里面没有主体主体把有不在这里面主体那什么时候有呢什么时候能有呢主体怎么能够显现出来呢 主体要靠这个这个A来来有啊来有 但是说更夸张的就是说你可以说 这个时候先有这个幻想公式 那么至少在齐泽课那边他提出了另外一种解读 就这中间这个东西 裂掉碎掉 完蛋的时候 中间这个符号学框架的不一致性怎么扭曲了怎么样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主体直接看到的就不是这个了 就是看到的就是 the piece of real a piece of real 这个real呢和这个A是不一样的 它有差别 但是说 嗯我们比较 比较就是说在在一段时间 在中期拉康里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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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客体小A啊 它就是the piece of real 但是后来又会反复的说会说啊那这是 就视察之鉴好像应该是视察之鉴里面吧 parallax view里面 齐斯克认为就是说有两种有两种可以把握到主体性的东西 有两种可以把握到主体性的东西 一个是呃 客体小A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欲望的构成 欲望的这个呃 对象成因啊 这个客体小A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real 还有一个就是real 这个real的话是是这个这个幻想框架 它呃有有污点崩掉 有有有那种一小一小块污渍的时候 上面会有一小块污渍啊 抹抹不掉 这个这种污渍啊 它就是就是主体性本身 就是这个主体性本身的它的现实化 它的现实化 the piece of real它变成某种reality reality啊 它是可以变成reality的 这种real是可以变成reality 而这个A呢 它是永远不能够 它是它是 呃 unreal的 it's unreality 它是它是不能变成如 呃 现实的 这个A是现实的一个效果 现实当中的一个 一个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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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张力啊 现实当中的一个张力 一种零分 而这个东西是可以赤裸裸的变成一个reality 就有有差别有差别 其子哥在这里呃在视察之间里面提出了这个二分 我我们先不管这个东西至少在拉康中期啊 他主要的无论他可能会也会关注这个 这就是理论性去会关注这个欲望的 就是欲望在欲望辩证法里面后来慢慢慢慢会抵达一个关注欲望的这个 对象成因啊 然后就有人会把这个A吹的很高 甚至吹到认为这个德里达的言义啊 德里达的言义里面不是有个difference本来是E嘛 他改成A 他就认为这个剩余就是从这个Locon的那个 课题小A里面露露露过来的露过来的 把E改成一个A 好的 那我们来看他的那个场域论吧 场域论在这里就很明确的啊 就是说这是想象 呃想象啊 这是这个 真实实在 真实然后是有象征 三戒说三戒说三戒说 三戒说在中期的时候 拉康还 懵懵懵懵懵懵懵的把真实当成是一戒啊 还懵懵懵的把真实当成是一戒 他们懵懵懵懵的把真实当成一戒的特点就是把这个A看成是这个 就是 实在戒的一个现身啊实在戒的一个现身 啊现象戒 啊现象戒 真实戒 到了晚期的时候 这不是个戒了 他不是戒 他只是象征的一个褶咒啊 他只是符号系统的褶咒 他不是本身他没有那一戒下面没有那一层啊 没有那一层啊 这还是个还是有一个剩余的那边 然后在本体论上 啊是4 本体论上4 无头主题性 无头主题 就是impossibility impossibility impossibility 就是事件哲学 就是本体论上4在这里不是没有啊 而是一个开放性啊 开放性 开放性 就是real is impossible 就这样写吧 real is impossible 可以理解吧 真实是不可能的 真实是 就他就意识到至少本体论是不可能的 本体论是不可能的 所有的本体论 ontology as a logos 作为一个一种言说 它是不可能的 real is impossible 那么就是说real 当然real会出来在什么里面出来啊 他出来的方式就是以这个 这个 欲望的 这个 对象成员 柯底小A来出来 他出来的方式就是不可能性 你永远不能抵达 就是其他一直讲的那个笑话 他有个女性朋友什么 就讲 剪一棒肉 那棒肉不是柯底小A 而是那个 剪了这棒肉之后 然后他就会变得更完美的那个想象的 那个更完美的那个 但是那个说是想象出更完美 这也没想象 也没想 他到底怎么个完美法 这是一个剩余性的 这是一种不可能的一个东西 real is impossible 在认识论论上是2 认识论上是2 就是说他继续沿用啊 结构主义的原则 结构主义的一个原理 但是呢 他又使得他具有一种辩证的发声学机制 辩证的发声学机制 这个辩证的发声机制就是结构主义本 结构主义本身是一个 就是一个不可能的本体论吗 本体论不可能的一个本体论 或者说是个原本体论 结构主义的那个 那个佛奥系统的共识性 那个他就是个原本体论 对不对 那么 他就是没有本体论啊 就是没有本 本体论都不可能 本体论就不可能 就或者就是一个 就是说所有本体论都是平等的 差不多这个意思啊 结构主义就是说所有本体论都平等的 那种就是全都平等 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一个本体论 这本体论呢 他呃是白嫖的 那么 他就告诉他的辩证的一个发声学机制 这个发声学机制更确切的讲 就是从这个趋利走向欲望 但是在中期那坑那边就是就是欲望的辩证法 欲望的辩证法 这个欲望的辩证法用的是什么科业夫啊 什么失窃的性啊 欲望啊 呃更恰当的讲就是我刚给你讲的那能只练那个运动啊 那能只练那个运动 就可以讲的更明白为什么要不再说的更更更更含糊呢 这个欲望的辩证法就是 主体归根结底 它是个鲜艳主体性 它是纯粹虚无的 或者说他就代表了这种运动不可能性 每次都失败的不可能性 我们说他是纯粹虚无 不是告诉你有个什么虚无的场在那边 而说就代表不可能性 代表这个符号学秩序里面 前面一环要靠后面那一环把自己完全充实 不可能做不到 可以吗 所以在这里他慢慢慢慢会把 我们会看到在中期拉康这里就是还是强调一个隐喻性啊 隐喻的关系 但实际上你会慢慢发现他这个隐喻的优势地位会 逐渐转向转喻啊 转喻具有优势地位 最后会告诉你S1 S2 他其实又是S1 S2 又是S1 S2 又是S1 S2 这么一个关系 这样这样说了下去 你用一条和看见S2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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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甚至可以说这个这个东西本身是一种话语 这这东西本身是就相信有S1然后S2 S2 S2 这东西本身是一种话语 确切讲这东西本身是一个意识形态话语 是一个意识形态 有待诊断的 有待诊断的一个话语 就是 我甚至可以说这么说 蛇皮分析师话语 可以看这个蛇皮分析师 厉害的分析师话语是这样的 就往上的 往上上去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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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 我们会说的很复杂 说什么欲望是是他者的欲望 欲望是希望他来欲望我 那就是你没讲清楚欲望到底是什么 欲望就是这个过程 这个叫主词谓词化过程的一个失败 他不停的会失败 我是什么 我是刘斯莫 刘斯莫是什么 刘斯莫是一个什么 魏明子的什么藏进人 魏明子是什么 魏明子是一个b站up主 b站up主是什么 一环套一环一环套一环 为此话 这个东西是另后面 这个是后面 你看这里面都用试来做 都用一个试来做基底 所以在这里 这个试实际上就是主体的存在 就是主体本身的存在 就是这个主位之间这个试 那么这种试是一种言在 是一种是一种言说的在 言说的存在 言说存在 就拉康用了一个法文词 把这个言言语和言语存在和存在 这两个东西拼到一块去 我靠 就是当然这个是 他是不显现的 不一定要一定要说成是啊 我们就是说在哲学上 他就没有这个是 这个是本身是不在场的 因为是不是多了个能指出来吗 是不是一个细词也是个能指吗 烦死了 就是这个是可以看成是没有 你就是在这里 甚至可以用那个比较好 用那种用那种就是那种 位词逻辑啊 就是用位词逻辑 用寒相位词逻辑好像是什么 那个那个批什么 就是之前有一个什么 讲分分折的时候 有个蛇皮吹牛逼 就是说 我都记不得了 我通通记不得了 这东西不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它就是可以把 把几个位词收束到一块去 然后写成那种 那种那种 就是位词收束到一起的 那种树立逻辑 那种书写模式 那你在这里看的话 其实可以看差不多 就是这里的是这个词是 他就是说话本身 就是这个是了 但是他就是在这里 说话本身就是这个是啊 言语本身是言语 言语言语啊 不是在这里语言不具有优先性啊 在这里言语比语言具有优先性 就拉康在这边 言语比语言具有优先性 但这种言语又不是某种树形性的 这种言语不是树形性的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成是 结构主义这里站的是语言 这个变成发生学机制 站的是言语言语 就是然后这个言语使得黑格尔的 那个言语辩论法 言语的辩论法 或者欲望的辩论法 欲望的辩论法 就是已经被 方学阉割了 然后在这里就是使得黑格尔 那个试论啊 和黑格尔的存在论 存存有论啊 黑格尔的试论 又被拯救了 就在这里在中期拉康这里就隐约可以感受到 就是说有一种拯救黑格尔的一个力量 在目的论上 是一 目的论上就是只有一啊 目的论上在这里就是只有一 就是回溯性 回溯性取消 回溯性的设立 回溯性设立啊 回溯性设立和回溯性抹除痕迹啊 就是这个符号系统 这个无意识啊 无意识是一个符号学结构啊 无意识不是结构主义里面的无意识 就拉康的无意识 它是一个平面啊 它没有什么深颅海的 不是的 无意识就等于主体啊 无意识就等于主体 主体就等于一个符号学的符号学的符号体系的一个运动和发生 一个是它的运动和一个发生 然后实际上它是在不停的运动的 实际上它的不停的运动就是它的不停的发生 但是它这个不停的发生过程会把它的发生学的痕迹给它抹掉 使得它看上去是一个 是一个是一个一直有的运运动 一直一直持存的一个运动 但实际上它是不停的发生的 因为它实际上它是不停的消失的 实际上这个符号系统体系它没有的 归根结底符号符号体系它不存在 因为它是一个需要不停发生的一个 然后它会不停的发生的 然后按照一个回溯性的一种一种机制 来把自己的发生学过程给抹除 就俨然它一直在那边 一直恒在恒定在那边 这个一直在那边那个东西 它就是被看成就是无意识 就是语言的无意识的结构 但实际上它不是个结构 实际上它是一个言语的一个言语之存在 它是一种言语的一种存在 这个存在要在晚期谢霖的意义上去理解 就是一个甚至晚期谢霖 甚至海德格尔那意义上去理解 本有本有 它是个发生性的发生性的一个机制 言语 这言语言语这些动词 我默认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前面都看过了 言语和语言不一样 语言是结构性的 语言是一个语意框架 逻辑体系结构性的 就差异系统之间的那种关联 共识性的关联 而言语呢 它是它是不停的在涌动的 Sprach Sprach 我靠我德语 说呀 妈的说呀 你什么 啊 穆迪诺堂一啊 穆迪诺堂一就是一个符号 符号学系统 符号学的一个 呃一个 符号结构啊 符号学结构 它能够使得主体发生出来的机制 就是它不停的 会往回追溯 这么简单 它会能够回溯 能够倒流往回追溯 会感到有主理性 就是要往回倒 往回倒流 你不能一直往右边扯 你要松开 往前面松一点 所以你可以看成就是说 松开能指链的那个活动 就是往回去回溯 但是就无意识的回溯 是会把前面给抹除掉 然后能让能指链 能指链更紧 拉紧 或者叫设立前面那个 就让你觉得主人能指 它真的是有所指的 真的是一个普遍的一切都是 可以有主人能指来做支撑的 回溯性的设立的 主人能指的能指性 它是个能指 是被回溯性设立的 其实主人能指不是个能指 但是由于我们要把握到 什么是主人能指 我们要要从S2回溯到S1 所以只要去回溯 那么S1又变成个能指 又是个能指 我们先得假设它有能指地位 然后再发现它不是个能指 很自我矛盾吧 非常自我矛盾的 然后在这个时候你看到的就是一个S被划了一条线 就看到主体性 看到主体性 所以在拉康这里的话 整个符号学结构的运动方式就只有一种 就是回溯性 回溯 Retroactive Retroactive 你可以看成是回过头来激活 Retroactive Retroactively Retroactivate 我甚至要在这里要把它写成 Retroactivate Retroactivate 写成这个词 回过头去激发激活 靠这种方式来激活 就是回去设立 回过去抹除 因为它发现了 它发现了就是这种时间性 这是个时间性啊 我把写成目的顿 这是一种时间性机制 时间性的一个机制 就是无意识的时间性 无意识的时间性的一个机制 它现在是目的顿上一的 是它的目的顿上的这个一的 这个运动才是最最原初的运动 这运动是最本贞最原初的运动啊 那先讲到这里啊 那先讲到这里 制装 这恰恰恰恰恰的 这是 砥简